东立派出所前的百年铁树是游客热门的拍照打卡景点 不过代表潘武雄就表示 常常会看到车子就停在外面 担心会影响到百年老树的生长 希望公所能够列管老树 并维持环境的美化 能够让老树永续下去 东立派出所位在布里乡台九线旁边 随着时代变迁转型为观光派出所 设置铁马驿站提供车友来修气 尤其派出所前雄伟的百年铁树 更吸引车友的目光 车友休息的时候总要跟铁树合影留念 也让派出所成为车友的新据点 不过代表潘武雄就说了 常常会看到许多车子就停在外面 担心影响到百年老树的生长 希望公所能够列管老树 并且美化环境长期来维护 让老树能够永续下去 我们相同 能够下去的地方 了解一下 因为他们的车子 都会停在外面 车那铁树这么久 你那百年铁树 他的梗是不是会 会话稿上 他会被车子压到 造成的人在他身上 那他 机关本来就应该要 散进自己的机关的设施维护管理 应该是基于这个原则下 可能就是他们应该要 由派出所他们自己去做一个设施的维护管理 而乡公所则是回应 土地全属是属于警察局 所以原则上是由派出所主动做周边设施的维护跟管理 至于百年铁树管养部分 花莲县政府都有列管来维护管养 会后会再跟派出所协调看看 是不是能够改善前方的游客停车量问题 记者沟松双铁树采访报道